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古时期有一位乌落首领聪慧过人 他教人们种植五谷 使大家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人们尊称他为神农士 不好了 神农好多人都病倒了 什么 神农快想想办法呀 眼看着人们被疾病折磨却无能为力 只能痛苦死去 神农士十分着急 神农士发现有的草可以治病解毒 便决定去寻找各种草药 为了辨别草的药性 他竟然不顾危险 亲自尝草 期间 神农士数次因为中毒而生命垂危 但又化险为夷 就这样 神农士便认记录下许多种草的形状与功效 他把这些经验交给了人们 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然而 有一次 神农士尝到了一种毒性很强的草 神农 你怎么了 这种草有剧毒 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吃 神农 这一次 神农士没能化险为夷 不幸身亡 人们为了纪念神农士的功绩 隆重地安葬了他 遵他为农耕和医药之祖 原来神农长白草是为了救人 我错了 神农士实在是太伟大了 为了缓解人们的病痛 他竟然以身试药 古人在医学知识有限的情况下 选用自然界的草来医治病人 因此 中药也被称为中草药 哇 想不到草竟然是最早的药呢 是的 草这个字也很早就被古人发明出来了 我们一起看看这个字吧 这就是甲骨文中的草字 哇 老师 这个字真像一棵草啊 是啊 这个字呀 就是根据草的样子造出来的 嗯 可是跟现在的草字不太一样啊 是的 后来草字逐渐变成了两颗并排的草 演化后就成了现在的草字了 啊 原来是这样啊 草字做偏旁时写成这样 叫做草字头 大多数和草本植物有关的字都是草字头 老师 我发现芋头的芋子上面也是草字头 那芋头就是草本植物 是的 李李非常细心 还有我们平时吃的草莓 花园里的荷花 田地里的菠菜 他们都是草本植物 所以都是草字头 老师 和苗的苗也是草字头 不错 苗的上面是草字头 下面是一个田 意思是田地里的草本植物 啊 我也知道一个绿印的印子 对 你们看 这个字上边是草字头 下边是阴 阴是没有阳光的意思 所以被树叶遮住的地方就叫绿印 老师 茁壮成长的茁字也是 是的 茁字的上面是草字头 下面是出 整个字就表示草长了出来 草字头的字还有很多 让我们一起去生活中找一找吧 米小圈 撞有什么呢 别等着我看电视啊 老爸 莫老师让我们找带草字头的字 铁头要跟我比赛 看谁找得多 那你找到了多少呀 我想到的只有植物里的各种花 比如 菊花 草药 茉莉 可以啊 但是没创意 感觉不厉害 其实你刚刚就提到了一个 莫老师的莫 就是草字头啊 对啊 我都没想到 老爸你太棒了 那当然 你再慢慢想啊 我再泡点茶 老爸 茶 茶也是草字头啊 对啊 儿子 老爸再提示你一个 每个月十号 老爸发什么呀 啊 发薪水 薪水的薪就是草字头 薪水的薪水 薪水的薪水 对啊 今天十号了 米薄文 你薪水呢 在这儿呢 老婆 给你 老爸 你再提示我一个 不行 不行 不能再提示了 这成本太大了 剑头儿 你跟米小圈比赛 找带草字头的字 干嘛拉我来市场啊 我是来让你见证我的胜利的 小朋友 你们要什么呀 这小鸭 你看 蘑菇 对啊 蘑菇 是草字头 芹菜 我最爱吃 没错 芹菜也是草字头 还有 茄子 西湖物 秋葵 菠菜 萝卜 哦 山药 小朋友 够了吧 不够 还有芥兰 豆芽 苦瓜 大葱 大蒜 葵香 你说我是不是赢定了 厉害啊 铁头儿 要说跟吃的有关的 我还没说过 小朋友 278块钱 这边结账 我没说要买啊 什么 啊 不满你这个小鸭鸭